千佛山菩提寺也将举办青年学佛营 千佛山菩提寺举办青年学佛营 让年轻人利用两个整天的时间接触佛法 我们99年之前其实有停办 因为那时候是以 因为7月份我们只能办一个活动 那所以在之前我们是办教师学佛营 那99年又开始重新办青年学佛营 就从那时候希望能接引一些年轻人来学佛 那教师学佛营是因为是希望也借由教师去带领学子 那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其实可以再更深入一点 从学子这个部分就先开始切入 从青年人就开始切入 就不见得一定要从 因为教师其实很多的佛教团体 他们已经在办了 所以我们就改办青年学佛营 那99年开始办的时候 我们也是以这个角度去切入 但是因为年轻人学佛 他毕竟不是这么的容易 所以我们都会鼓励说 学佛营它是一个很 一个比较给你一个正确的观念 在你的生活上 你的工作上 你的家庭上面有一个健康的 生理的心理的健康观念 去面对这些的问题 因为凡你面对所有的问题当中 你都会有一些 年轻人他毕竟没有那么多的资源 那他的资源就是来自于他的同才 那同才又跟他差不多年纪的人 所以我们希望有不同的角度 给他不同的观念 给他不同的一些想法 让他有不同的想法 他就去面对他的问题 而渐渐的去解决他的问题 而不是用一些比较暴力式的 或是比较冲突性的方式去处理这些问题 甚至是说他是自己闷起来 变成是忧郁症的 这个所以我们会把这个问题 为什么是在之前 在青年就要先去教育他们的原因 也是这样子 只是我们不以太宗教色彩的方式 但是又不能失去这个部分 因为希望是一些 有佛陀的道理方法 去让他有一个思考的空间 有思考的模式这样 前佛山菩提寺透过青年学佛营 用不同的角度与观念 启发年轻人 让他们透过不同的角度 面对生活中的问题 十方新闻黄慧如邓正璞 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